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準備好開展展完一攝露舟 這次發展商叫Taylor Wimpy 它在這個Middle Town 有一個新盤 其實賣得挺好的 不如一邊道路一前聽 為何賣得好呢 因為本地人來說 其實我們是喜歡住居住的 當然市內的居住有沒有人買 有的 也有的 不過通常是海外人士 投資者多 而這裏就是本地人買來自住的居住 這個位置你說去曼城市中心 其實就有一段距離 又不是太遠的 就是45分鐘的車程時間 如果作為一個出租給一些海外人士 一些流動性或者周圍工作人口 這個區就可能就不是這類的租客 這個區我覺得自住是一個很舒服的 為甚麼? 就比較多綠化 其實看在後面 都是一個很綠化的地帶 看它有遠山景 然後看回這裏 這裏就已經是發展商裏面的其他屋 其實很多都賣掉了 所以你看到是入了火的 不過這個發展商的盤 不是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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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近前面那些就先進了火 現在後面就有一些正在建的屋 我現在帶大家走到後面看看 來到這部份 這部份就仍在建的 前面那些就已經住了人 這部份仍在建 我跟著就會進去showroom 然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進去看這間屋之前 就先看看外面的位置 這間屋 就位於剛剛好有一個轉角位 但這些是內街 放心內街 即是屋苑裏面的內街 應該這樣說 就不會有外面的車進來的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 雖然你說剛剛轉角位 其實也是清靜的 我們先看看外面 因為這個是新盤 它那些磚就沒問題了 看手工也都企鎖 單批、吉塔等都沒問題了 屋頂都沒問題了 這款屋形 它的屋頂就會尖高一點 有沒有好處 就說日後你去到某上的年份 你想跟屋多些空間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擴建 多一個房間 所以這些屋形的話 它屋頂是比較高一點 其實有好處 就是可以做一個loft的extension 跟著我進去看 就看了 下面這個叫Suspended Floor 即是將地下升高了地台 所以它下面會有一些空氣口 跟著我再進去看看 另外 有抽氣線的位 還有一個boiler的位 boiler出氣的位 跟著我進去看 我先在外圍看一看 它走到這個位置是後花園 這個後花園的尺寸也不錯 我進到後花園最後再拍出來給大家看看 好 拍一下 然後拍這間屋 OK 不錯 另外它後面還有一條水喉位 有什麼用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淋花 或者後花園有些東西弄 洗東西的時候就很適合 不用了 我走回來了 這間屋是比前面高了少少出來的 高一級出來其實挺好的 為什麼好 沒有那麼容易水浸 水向下流走的 你高了出來就沒有水浸的機會 OK 我現在進去 這間屋是膠樓標準 剛才看過是示範單位 看過示範單位 有些傢俬的配置 所以大家就有個概念 是怎樣做裝修 添置傢俬 這間屋是膠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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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問題 OK的 新盤會是 會是up to date 其實不是up to date 亦都不代表犯法 因為 這個是以前做下的 電力法例也好 安全法例也好 不斷演變 所以以前是裝下的電器裝置 不代表危險 亦都不代表犯法 所以就算是二手屋來說 其實 不是一個最up to date 安裝設計 其實都沒有問題 好 先看看新盤 先看看這間屋 這裏的客廳 最好就是 這個有個 PATIO DOOR 即是有門可以推出去 亦都有窗 所以變了有光芒 和通風亦都很好 這裏有4米 5米的空間 所以作為一個客廳 其實都很充裕 給大家看看 這個其實是膠樓標準 但它還有一些東西要收拾 看到嗎 是否有些東西在收拾 新屋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不是完全沒有問題 其實有時候有些東西都要收拾 尤其是新造批檔 其實它慢慢會收水 收水的話 會容易出現裂痕 所以很多時候新屋 其實都會有裂痕 不是perfect的 你看 它也是修修補補 即使新屋都會 OK 好 那我就 繼續和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這裏有樓梯 上去 上房間 看看這個位置 這裏有個門 這裏有個 廁所在 這裏配置比較簡單 如果要做好一點 其實可以加一個鏡櫃 有時候可能 擦唇膏也好 可以照鏡 這裏做鏡櫃會比較好 比較好一點 這些內裏的牆身 其實就不是實場 OK 另外 看看另一邊 另外這一門 好 一進去就要脫房 我先開啟燈 這個膠樓標準 脫房就 放在角落頭上 幫大家演一次 這個廁所 除房 有好處就是 這個位置可以放在餐桌 我試試看另一個位置 拍攝給大家看看 那個位置可以放在餐桌 這裏其實是 大任務大 3米 3米乘5米 大概 3米乘5米 包了一個廚房區 以及一個飯廳區 這裏就放一張四人餐桌就可以了 你說要放六人餐桌 這個位置就不太適合 不太適合 不是每樣都是完美的 所以其實 新樓最好都有人幫你 驗收一下 看看會比較好 現在幫我放水 OK 這裏的展示宿 這裏的展示宿 比香港展示宿 更好 香港展示宿 香港展示宿 這裏的展示宿 其實佛展上有些東西正在執修 正在執修 Boyner 這個位置 小碗碟機 這個就是 避免夫婦 居住引致的矛盾 這個很重要 不要節省 這裏都可以了 這裏的轉食爐 金漿 我個人都熟悉這個牌子了 這個抽油煙機 我自己評價是媽媽的 為什麼呢 你看 它上面沒有喉的 當然知道 我一看就知道這個設計 它不是把油煙抽出街的 它是怎樣 看不看這些油紙 索油紙 索油 它是透過那些油 即是索油之後 索完 希望 希望就索完 接著就把那些氣 從上面再抽下來 一個循環 一個循環 所以這個設計 其實是媽媽的 它不是真的把油煙抽出街 它只是一個內循環 經過一個吸油紙 希望吸走油煙裡面的油 煙就吸不到 煙也是碰碰碰過的 焗爐 都是焗爐 為什麼 因為英國人很喜歡焗東西 反而微波爐英國人就不太常用 含入是雪櫃 上面 是雪櫃 下面是冰櫃 冰櫃 有儲物空間 有儲物空間 整體都可以 整體都可以 好 接著就看看其他位置 接著我帶大家看一下上面 這個樓梯鋪了地毯 這個樓梯 都很舒服 這是地毯 不過這些發展商 其實應該說有很多發展商 地毯有得給你 只是用標準的地毯 還是想加錢 換一些更加好料口料的地毯 或者轉做一些叫Lamore 4 不如我們看看房間 這個就是膠樓標準的房間 這個就是 兩米半乘兩米半 一個正方形的房間 這裡看上去 就是一個 屋苑的街道 對面就有些屋正在建 對面的屋形是比較大的 獨立屋 我們看看這間 這間 這間就是一個最基本的膠樓標準 所以它就是一個吊燈 沒有射燈 射燈因為安裝費 價錢高一點 燈也貴 電線用多了 還有這些 做了 天花之後再轉洞 再安裝 所以那個成本是高一點的 所以如果膠樓標準 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更加好的 就可以安裝一些單燈 射燈 這個是另一個房間 這個就是單人房 單人房 單人房其實 也不是太小的 其實可以放一張單人床在這裡 這裡可以放在衣櫃 或者梳妝桌 單人房之中 其實這個窗算大 這個窗其實 外外目測 其實有一米闊 應該起碼有三尺 大家可以看 這是內階路段 還有這條是高出來的 所以這間屋 我喜歡這一樣 它高出來 好 我來一個角度看 還有這間房間有陽光度 其實挺舒服的 英國不怕西斜 英國天氣冷的時間長 所以很多時候向西 這間屋就會很軟 然後再看看其他位置 這個是一個儲物空間 平時放一些雜物 或者可能 地拖吸塵機 可以放這些位置 然後我們來看看浴室 這個浴室 這個浴室 就是有 看天花 它是一盞燈 它就交流標準 它又沒有一個射燈 這裏有個浴室 這個浴室好處就是 它的瓷磚 是齊上天花 整體的家旁 這裏也是 沒有鏡櫃 有時刷牙 有些要對著鏡子刷 剃鬚也要對著鏡子剃鬚 所以這裏 自住也好 出租也好 都要把鏡櫃給人 這裏浴室有窗 不錯 比香港很多樓 香港有千萬豪宅 可能浴室也沒有窗 好 這裏不用一千萬 這裏來說基本上 你用三百萬左右 其實都買到了 當然屋形 又便宜又貴 如果你說基本上 三房的屋 其實真的 你預購幣三百萬左右 OK的 還有這個都叫大曼城區 記住不是萬城市 是大曼城區 大曼城市大約45分鐘斜程 再看這個套房 這個套房其實尺寸也不錯 有四米乘四米 還有它有個套廁 現在站在最短的位置 就 計劃一次給大家看看 窗也夠大 加上套廁也有窗 所以 感覺上是這裏都很光亮 因為有兩個窗 又在這裏看出去 這裏看出去是自己的後花園 旁邊的後花園 還有其他房子 還有其他房子 還在建 我們看看套廁 一套廁 有一個棋缸 天花 長身地板不會有問題 因為它全身 有問題 頭一年 還可以找發展商去 收收 有刺盤和聲盤 也是 這個套廁也有窗 窗也有尺寸 尺寸 這個窗應該有三尺多闊 所以很光亮 很光亮 好 看回另一個角度 OK 告訴大家 就算新樓 也不是完全沒問題 例如好像有些垃圾 無緣無故有塊板 板下還有一些 塵埃 其實也有一點要跟進 所以不要說 新樓是完全沒問題 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個浴室 我現在正在試水 我都沒有說這些 污漬 垃圾 我都不是說這些 你看去水 有潭水的 我現在按去 去水其實很慢 很慢 所以變了一些散 它是去到,但是非常之慢 所以它最後還積了一點水 讓它滑散散 新樓 相對來說 維修大家可能以為比較少 都是的 不是錯的 不過不能夠 假設新樓是完全沒有跟進的 正如剛才那樣 一個去水去得不太暢順 另外它其實有些油油 或者它好像長身批檔那樣 它有個收水的問題 所以就算大家打算買新樓也好 最好就是經過一個可信賣的人 幫你 去現場看過 又收樓也都幫你作為一個驗收 那就好很多 就這麼多了 其實這間屋來說 三個房間 加上後院的尺寸也有回合 我覺得其實就一般來說 住三個人四個人其實是OK的 甚至五個人的 可能兩夫婦加三個小朋友 其實這些屋營都適合 價錢的其實 不同尺寸 有時候不同方向 它有些不同 但一般來說 你預算30萬磅左右 30萬磅左右 就基本上可以買得到這類三房的服務 已經 今天就多謝發展商 安排我們進來參觀示範單位 亦都給我們拍攝 這裏來說 其實我們是沒有收過任何資助 亦都沒有任何commission 這個發展項目 我們純粹是來看 以及為我們的投資客人 去選擇他們適合的物業 所以發展商那邊 就沒有任何commission給我們 我們就澄清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買這個盤 亦都可以聯絡我們公司 我們可以幫大家 選擇一個 優質的方向 地點 考慮會不會吵 各樣東西 我們會幫大家考慮 OK今天就這麼多 多謝大家一直以來支持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多謝拜拜 我們在倫敦 晚城 利物浦 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亦都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 我們會不會有興趣的 城市 是 已經 因